有些人他就遇到别人的话,他就会说:"哦,我告诉你,昨天我发生什么事情,我遇见什么人,我怎样怎样?" 他怎么讲,都是讲他自己。 那事实上,这是不礼貌的。 那这个是不礼貌的,就是每个人都会讲自己。 这个是发生在我跟我们朋友之中,我会觉得老年人才会这样子。 每次见面都自己一直讲自己的事情,那我朋友就说:"好了,不要讲,换我讲!" 然后他也是讲他自己的事情。 我认为所有人都喜欢讲自己的事情。 我和我朋友们每次吃,都没人会想要其他人。 其实,看起来,这些事,也就是这种论子。 那是特别的,是有所谓的。 如果你说:"你今天我看了我的希望,我去找到这个人, 然后我去找到这个人,然后我会去找到这个人, 然后我会去找到这个人,然后我会去找到这个人, 就更好。 所以,神父是說,你不要一直講你自己,你要關心對方的事情。 說,你最近過了怎樣? 像我每次跟我朋友去吃東西,吃下午茶,我就講說,我在教會什麼什麼。 他說,不要再講教會了,煩死了,每天都在講教會。 然後每次都講,講父母的事情,煩死了,然後換他們講。 換他們講,不是講老公就是孩子,我有聽了也煩。 那個人都是講個人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如果你說這樣, 不僅僅如此,你可能會給別人一個反應, 可能這個反應可能會有些反應, 神父說,如果我常常講教會的事情,有些人會覺得說, 你講一些如果我講的不得體的話,反而會覺得這個好像對教會反而沒有注意。 那如果使用bambusa 的話,那他剛才好像有一下中斷,那現在又回到畫面。 那如果我們一直在講我們自己的事情,那在我們收招, 就像我們在舉行聖禮儀的時候,會講到有一些可見跟不可見的。 那不可見的,有些惡靈在我們周圍,他就在聆聽。 那聆聽我們所發生的事情,然後就要看說, 怎樣你有軟弱之處,我要好好來修理這個人。 他就提到也就是說,不關心,我也不知道如果我們有任何協議, 不關心我們每次在每一個位置都先都在各大位置項目, 比如我們看,我來,這也是我的怎麼了, 走到我了和這個咖啡店很多次見, 而且看到這個咖啡店全是滿, 有一名人有一個手機在一個桌子, 在另一個桌子, 那就是有時候我們會看到在台灣很多人會利用這個咖啡廳,在那邊做他自己的事情。 那當然你去的時候會發現有很多人並不在場,他可能就是霸占位置,然後他去外面用個餐再回來,或者是幫他朋友,然後有東西擺在那邊,甚至他一個人站好幾個位置。 那我所要講的不是說叫你去咖啡廳說你是一個壞蛋,你看你多愛占位置,那來去論斷別人,並不是這樣子。 那就是連你看一個人在吃東西的方式,你也知道他的這個靈命是怎樣。 那就是有些人他一來,就看到剛好有他喜歡的菜色,把他全部都拿走了,也不管別人。 那不是說這邊所講的是,不是說叫你不要期盼,說有更好的人, 那當然收聽這樣的課程, 相信你們也有你們自己的工作, 那並不是說去看更高的職位, 嚮往這樣子是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的意思是, 嘗試在你的鄰居上, 就是你在工作的職場上, 你不要把他看成是你的競爭者, 那你把這些你的同事看成是你虧欠他們的人, 去看,像是耶穌基, 你知道, 這裡說, 如果神自身… 對不起, 我會… 這裡… 這裡… OK… 對… 這裡… 看來, 你知道, 所以我們可以看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節, 中間這邊中文, 正如人子來,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而是要服侍人, 並且要舍命, 做許多人的俗假。 這就是他所說的, 靈性的生活, 這就是他所說的, 所以, 就是你在工作職場, 你不是把別人看成一個競爭者, 或者是老師在比較, 在內心想說, 他是什麼玩意啊, 我比他好, 我未來比他更厲害。 所以我們來看, 那這邊耶穌就叫這個十二門徒來, 對他們說, 誰想做首, 就首位, 就該做眾人中最末的一個, 做眾人的仆人。 所以從這一點點, 你知道,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耶穌說這個, 為何我會有… 我不會說到任何人, 但我會去辦辦公室, 或去工作, 因為這裡, 這就是靈性的生活。 我會說, 這些人, 都不像我一樣。 如果我這樣說, 在我的心中, 如果我相信這在我的心中, 我會 cheat自己, 不像我一樣。 我會把神的靈性的靈性, 在我的心中。 所以, 不要老是在談靈命、屬靈生活, 或者去上什麼茶經班什麼課程, 自命清高, 然後在表面上別人看你好像很好, 可是你在內心常常論斷其他的人說, 這些人一無是處, 什麼也不是, 那你學習這些根本等於是沒學了。 所以, 你知道, 這就是哦, 他也說不如在靈性的靈性上。 是的, 我恰不太明白, 為什麼他說, 不在改行你的工作, 我這位置我恢復, 並不是我恢復這個。 Audio, 我的意思? OK, right the it says here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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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show your learner here hold back okay here doesn't say right okay it doesn't say this right it doesn't say this but i say here i say something here the fact is not to improve your job because 因為你想要幫助你的家裡有更好的環境、更好的生活,是可以的。 而不是說去看低你自己的工作,說這個工作是什麼?沒有前途,沒有什麼的,我要去更好的。 因為神父他這個英文版本跟這個中文版本有一點不一樣,因為他這邊是比較高的職位,還有頭銜。 所以這個意思是,不要再問更多的事情,我希望在這裡的老闆。 你問這個,如果您可以幫助, 或是否有需要你的家,或是國家,或是人的好處。 所以這個英文版本是比較好, 這個中文版本是另外一個是說不要換工作, 可是他這邊是說不要換更高的職位, 那這個職位就是剛才神父所講的,就是好像你是給人家把它比下去。 但是如果你想要做首位的話,你是一個以服務的心態, 那當然是可以的,不是以那種比較的,跟人家貶低下去。 所以他這邊的這個中文翻譯,對這個版本應該是這個英文的,它是另外一個版本比較不好。 所以不是說叫你不要換工作,但是你的心態,就是一個靈命的心態,就是你要改善你家裡的環境,更好的舒適,然後你是更高的職位,來服侍更多的人,幫助更多的同事,那是最好的。 那這個基督徒他是必須要有創造力的,而不是一個懶惰懶善的,那他也必須是一個謙卑的。 那他這邊所講的就是說,你不要做一個假象的,就是說你表現是很謙卑,讓人家覺得你是一個很謙卑的, 不是發自內心深處的。 那剛才所講的就是說,這種假象的這個形象,那是容易來做成的,那就好像是說你上班,你沒事就站在門口, 每一個同事進來,你就跟他鞠躬一下,然後一個人來,又要歡迎光臨,或什麼。 那這種事很容易去達成的。 那之後,因為我所創造的這個, 當其他人會告訴我一句話,我會跟他爭論,我會跟他爭論,我會爭論。 那之後,你不知道,我哪是在那樣貌? 因為我所創造的一個假的狀態。 所以如果你只是剛才所做這些動作,不是發自你內心,只是一種這個好像戴一個面具,那如果有同事就是講了一句話,那得罪了你,你就馬上生氣起來跟他吵架。 那你之前所做的這些,就是一看就是很虛偽的。 那我們本身的這個生命,就是我們的一個很大的這個,一個教育,像一個學校,然後再學習一下。 那就是神讓我們面對很多這個失敗,在失敗中學習。 那就是有很多人告解,就是說,我要變得很謙卑,那我該怎麼做呢? 那我通常給他們的建議就是說,讓這個生命來教導你,而不是你自己去創造一個假象,來受到一個謙卑的心態。 那我舉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那很多人會跟神祈禱說,神讓我愛更多人。 結果你打完告之後,那你出了你房門,馬上就跟家人爭吵了。 那你後來就回到房間,就說,上帝啊,你那時候就反而開始責怪上帝,說,上帝我不是告訴你,要讓我愛很多人。 那你為什麼要讓這些事探領導我,讓這些人跟我爭吵? 那事實上,神要跟你講的就是說,我就是要讓你更認識你真實的自我。 然後在這支中,然後在這支中,來改進。 所以請要牢記在我們錯誤中學習。 You know when I… A long time ago, many years ago I made the... A long time ago, many years ago, I made the… A long time ago, I make the… A long time ago, I made it for the Holy Communion. Yes. This bread, and when I… Yes, the bread, yes. And when I made this, When I making this… During this time, many times, My family, I don't know, They want crawling with me. I said,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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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I don't want crawling with you, Because if I crawling, I will confess. So I will not crawling with you. 所以让我们做这碗碎,就令我们更安靠。 即使我们的东正教会领圣餐。 圣餐的面包通常都是由信徒在家里做, 带来教会现场。 以前比较多年前,我比较勤劳伴这些。 现在比较懒惰,就没做。 我每次做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家人就是想要在那时候跟我吵架, 我就说,哈哈哈哈, 我不要跟你吵架, 因为吵架我还要告诫, 告诫很麻烦, 所以我就不跟他吵架。 神父说, 我讲这样子的态度也不好啊。 首先, 告诫不能嫌他麻烦, 神父说, 告诫不能嫌他麻烦, 因为从告诫会领受神的恩典, but one point is not correct, if like this, that means if I commit something, so I confess I receive the grace, it's not good if you do it since, so I avoid it, it's a good thing, one good thing to avoid is, I don't do this not because I will confess, but because now I serve God, I make the bread which tomorrow the priest will use for the liturgy, not because I don't want to confess, but because it is for the love of God, I make the bread which is for you, and then I will quarrel with you. 神父刚才跟我讲的, 我就说我有点不认同, 因为他说我这样态度不对, 我说也不会啊, 因为我避免争吵啊, 那如果是这样, 如果告诫会领受到神的恩典的话, 那我不是常常犯错的话, 再来告诫的话, 我不是领受恩典, 他说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在做这个圣菜面包的时候, 主要我是要为神服务, 要献给他, 那献给他这是一个好事, 但是我不应该说我懒得来告诫, 所以我不跟你吵架, 不应该是这种心态, 而是说我做这面包献给你, 那我不应该是说跟人家吵架, 然后再拿吵架这个正在做的东西献给你, 那这个态度是不好的, 不是为了说怕麻烦, 才不要吵架, 而是在做很神圣的事情的时候, 要有一个为神服务的心态, 那我现在了解神父所讲的, 因为他说因为我做这个圣菜面包的话, 在我们信徒会领受, 当然我们领受之后, 也是会为其他的人来领受非信徒, 如果你看我们的这个圣礼仪的导文, 我们会为很多人来献上, 这就让我想到就是以前我在学画这个圣像画的时候, 那画画的时候那个我圣像画的老师也是说, 今天的这个好像灵命比较不好, 可能跟人家争吵, 最好不要来画画, 就是说因为画好的这个圣像画, 不但是是你自己来观画, 那也有其他的人会看这个, 所以在画的时候, 最好不要有这些不好的事情, 因为你是不是只是献给你自己, 献给教会, 献给所有的人, 所以做面包他也是这样子的心态。 所以他这边讲到这个彼得跟他的这个, 他們就捨棄了他們捕魚的網,還有棲具,還有魚, 他們就跟隨了耶穌,也沒有人注意他們。 所以他們就逃避了。 他們就跟隨了耶穌,其他漁夫繼續他們的工作。 但有些人會說, 我們是否呼召人,讓別人也不注意, 所以我們必須要了解使徒保羅所說的。 我來讀一下中文,在西國來書十三章十四節。 因為在這裏,我們沒有長存的城, 我們卻是尋求那將來要來的城。 如果我們明白這裏, 我們會明白, 那基督教不會說, 我們不會說, 離開這個世界, 離開你的家人, 離開你的工作, 然後去祖宗教或其他其他東西。 這並不是意思。 那我們知道, 基督教不是說, 叫你離開這個世界, 或是說, 離開你的家人, 然後全部都去這個修道院。 那這邊, 祂的意思就是說, 不要一直注重在這個世俗的世界, 而是要一直注重在這個世俗的世界, 我們就是好像消失對某些人就是他一直眷念在這個世俗的世界中。 我們對他們來講, 就好像就是。 所以, 他都一直鼓勵別人, 就是, 眷念這個世俗的世界, 就是去享樂, 不是買一些很豪華的世界, 就是去享樂, 你可以看到現在的這個媒體, 他都一直鼓勵別人, 就是, 眷念這個世俗的世界, 就是去享樂, 不是就是買一些很豪華的世界。 就是奢華的這個車子, 還有一些就是享受, 享受祂的生命。 我不知道, 我們有任何問題, 還是有任何問題, 你知道嗎? 我們有任何問題, 我們有任何問題, 一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有任何問題, 我們有任何問題, 我們有任何問題。 我們有任何問題, 我們有任何問題。 另外, 剛才, 我們有任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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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有很多問題, 那如果有一個人對你講說他想要墮胎, 事實上你在倫理道德方面,你也要負責任。 那甚至有些人就說,我想要殺那個人, 所以你在道德上也要負起責任, 因為如果有人這樣子跟你講這些話, 你要說你不該做這樣的事情, 或者你應該去這個警察局檢舉這樣的事。 因為如果有人這樣子跟你講這些話, 以免悲劇發生。 那其實這個課程你看到會說, 怎麼這邊講的也不對,那邊講的也不對, 因為它是一個屬靈的書籍, 那通常是給一些比較屬靈的人, 就是他不會犯一些, 就是剛才所講的墮胎, 或是什麼那麼嚴重的罪。 那就好像是說在用餐, 有的人就說, 誒,我覺得不夠寫, 那要加一點鹽,怎樣怎樣怎樣。 那你又說,不,我就是要吃清炭。 並不是這樣子為這種無謂的小事來爭吵。 那對我們的鄰居最謙卑的思想來回應。 首先,一個普通的邏輯, 對嗎? 我們前進去祈禱的祈禱,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普通的邏輯, 而要敬虧,和和別人的聊天, 我們會在心的祈禱的什麼做呢? 如果你沒有一個邏輯, 跟智慧的辨識力, 那你怎麼來執行這個心導呢? 那你怎麼來跟其他的人, 就是你的鄰居,你的靈人來對話呢? But thank you again, because you point this, I'm very grateful. OK, And we have another question here. You still have two questions, you cannot answer Chinese. Which questions please? I say, It's not always right, the other one. This I disagree, and I told you. If your neighbor says to you, I will kill somebody, he is not right, and you must try to persuade him not to do this, and if he insists to go to the police. 角色是要去殺某些人, 所以正在舉了例子, 如果你明天說, 他要去刪某些人, 你一定要這樣做, 或者你要報警。 剛才已經講過,這是一本靈修的書籍, 他不是去給一些很嚴重的罪犯來看, 因為他們終日沉醉在罪惡中, 他不是給這樣責任。 這一個也不是說, 這個作者要讓人家成為一個非常消極性的,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這個課程是靈修生活的課程, 將我們進修之道, 這一個就是人們要選擇走這條道路的人, 那他來學習。 例如,如果想要在你的公室上相處的和諧, 和謙卑的話, 這並不是很容易去達成的, 你試試看在職場就知道。 那要來爭吵是非常容易的, 現在,關於另一件事, 要不忍耐或保持秘密, 沒有, 我所說的, 不然開始講, 昨天我看到他, 我讀了聖書從那裡到那裡, 我做了這個,我做了這個, 我做了這個, 這顯示不知識。 或者去論斷某些人, 或者說, 昨天我看到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可能是怎樣怎樣, 那並不是教導我們這一方面的。 在正教, 如果你有來我們教會, 你不會看到我們每次一直在分享一些事情。 所以, 你不會在我們尊教看, 聽到人講說, 昨天我什麼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我在讀聖經的時候有什麼事情發生, 有些事情發生在我身上,那其他的人又來分享,那事實上有些這樣的事情是對這個屬林父親來講的。 也不是說你像這個,好像間諜一樣,那這邊聽一聽,那邊又聽一聽,別人講了他的家裡,祖宗三代,全部都講完了,那你每個人都聊落執掌,那你自己又不願意分享,就像一個間諜這樣,也不是這樣。 那如果有這樣子誤解的話,那他在精神上、靈命上是病了。 如果他繼續以這樣子的靈命在這個教會,他會暴露他的這個靈命的缺陷,就是病了。 那他甚至在教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並不是像你所講的,在這個修道院,在把師教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教會不是這個修道院。 那教會不是這個修道院。 所以,是要學習的生命中有一些衝擊,在教會也有,在這個修道院也有。 所以你不用去到那邊去學習,或者是把你自己變得很卑微。 所以,剛才我們有看到,那耶穌道成肉身是要來服侍人的,並不是要讓人來服侍他。 所以,如果你只想讓人去教會,而不是要服侍他。 如果你想要服侍他,而不是要服侍他。 如果你想要服侍他,而不是要服侍他, 如果你想要服侍他,而不是要服侍他, 你去到修道院的話,你會在那邊造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不需要說,一定要去到修道院才能了解聖經。 所以,在我們的日常生命中,看似很簡單的這個生命過程。 事實上,它是一個非常,就是比較難的,要很多細節我們要去面對。 那,謝謝你的問題。 那當然,就是有一些事情,我們不是跟每個人都來講。 那要跟這個屬靈的父親來講。 那祂是一個靈命的導師。 那祂是一個靈命的導師。 所以,祂可能會給你一些建議。 那祂可能會給你一些建議。 那祂可能就說,沒那麼糟糕,沒什麼了不起。 那祂應該怎麼做,怎麼做。 祂會給你一些建議。 但是,如果你跟你的屬靈父親,因為你告解,是跟祂來告解。 所以祂知道你的缺點,還有你的過去。 祂會給你一個比較適當的建議。 OK,謝謝。 謝謝。 我以前還不是東正教徒的時候,我是新教徒。 那我去的教會,它就是每個禮拜喔。 每個禮拜,你可以想像嗎? 都要分享。 就是你在這一個禮拜,怎樣經歷神。 那你知道,後來我為什麼沒有去那個教會? 因為我沒東西可以分享。 每個人每個禮拜都是遇見神。 那我都講不出來。 然後我就覺得,太羞愧了。 就是別人都有經歷神,我都沒有聖靈的靈在。 所以後來我離開了。 那我來到東正教,就覺得比較,就比較舒服。 因為沒有一直在分享這些東西。 因為會變成一種比較。 而且有時候我去的時候,我真懷疑他們是說真的還是假的。 然後想要成為一個基督徒,是要做一個更好的人。 結果去那邊還要編謊話。 然後後來我就越來越討厭自己,結果後來就不去了。 所以我就是喜歡,就是我們沒有一直在分享說, 喔我經歷什麼什麼什麼。 因為每個人的靈命是不一樣的。 好,謝謝你們的參與。 那我們下個禮拜一的課程繼續。 那神父剛才講, 那我們必須要回答, 就是真的,祂已經復活了。 好,謝謝,再見。 好,謝謝。